回到国际线出发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 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 在上海错事之后 会引发什么样的效益 目前在中国的国内 是否有戒严的情况 还有后续的财政问题 应该要如何来解决 我们请到的是 丹东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 助理教授林颖佑 老师好 司令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讲到了中国国务院的前总理 其实李克强的错事消息 12月27号在上海错事之后 引发了一连串国际上的讨论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在告别式的当天 习近平非常罕见的 跟妻子彭丽媛 共同的来出席 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这个活动 当然在逝世之后 因为也有很多地方上的声音 不断的传出来 所以目前为止在天安门 很多地方降半期的同时 微博上的贴文 除了官方认证的以外 包含了美国日本驻中国故事馆的 哀悼文 竟然都遭到了屏蔽 而甚至你也会发现 其实在很多的地方 尤其是安徽合肥的故居在排队哀悼的这个人潮 甚至绵延了超过200公尺 还包含了目前中国各大校园民间的活动 那当然目前呢 中国的官方是说不得聚集悼念 在社群平台也不能有相关的言论 甚至到说连歌手梁静如可能写音的歌曲 可惜不死的 这个所谓的歌曲 竟然也遭到了下架了 所以大家都很好奇的是说 接下来这个事实 会不会引发一些政治上的波动 前新华社的记者呢 顾万民说 其实呢 他要向党中央发公开信 有50诉求来彻查李克强的死因 不过李克强过去的昔日校友 他是发表了一个跟大家比较不同的言论 他说呢 这李克强从头到尾都活得很窝囊 因为呢 竟然可以under在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底下 没有办法有所作为 而另外呢 在这个海外的前中国媒体人也说 目前也有一种说法是 李克强是遭到上海武警杀死的 老师你怎么来观察 其实政治的动荡 看得出来中国是非常有意图的 在似乎不希望这个舆论压力扩大 让自己的政治地位受到威胁 但事实上 目前的确 民间的声音跟中国这个本来政权在握的声音 的确有出现了很大的落差 我们先说为什么这一次 其实感觉好像李克强的一个去世 造成中国内部很大的一个讨论 甚至是外界都会去怀疑说 中国内部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动乱 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说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20年前左右吧 2003 2004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决定说下一代的领导人是谁的时候呢 那时候其实不是人家讲现在的习李政权 曾经有人讲过是李习政权 所以其实李克强是有机会成为总书记的哟 所以会代表的就是但是当时大家看好的是李克强 那那时候的李克强呢 说实在来他就是所谓我们讲的团派的代表 共青团我们讲团派 那另外就是所谓太子党的一个习近平 那所以说其实今天太子党跟团派 两派之争的一个较量啊等等 这一个这一段的故事其实在过去 很多都是会被拿人家做文章的 那如果我们也开这一个两派较劲 因为最后我们都知道嘛 习近平他就这个掌握了大权 不只是说在这个总书记 甚至最重要的中央军委会 也是由习近平来做一个掌握 那再来呢我们就可以去看了 其实是李克强的一个 我们说他的一个财经的学士 或者是他的一个经济治国的能力 说实在并不差 而且他今天在一些经济议题上面 他其实是可以去走向 所谓我们讲的 不管是资本型的社会主义啦 还是开放啦等等 他基本上是继承了改革开放这一条路线 会认为说应该要吸引外资 而国家的企业 就所谓的国企 国退民进 要把我重要的资本 放在不管是上海啦 或者是等等啦 这些常富于民的概念 让民间富起来 让这一些不管是中小企业 或者是大企业 像我们知道的什么马云啦 阿里巴巴啦 或者是非常多中国的一些大型企业 利用这种大型企业的方式 来取代国家企业 用这种方式达到中国的一个经济上的转型 所以其实当时的一个 李克强的政策呢 基本上外界是非常关注的 可是我们知道 后来我们不管说在二十大啦 或者是习近平的政策啦 好像跟李克强这边 都有一些矛盾的一个地方 那这也会带出 有蛮多人会认为说 是不是李克强 他的政策呢 是中央不喜欢 甚至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二十大之后 理论上习近平定于一尊 这胡锦涛被嫁出去了吗 什么李克强 怎么拍拍他的肩膀啊等等啦 非常多的一些会生会影 以及我们可以去看到 这一次李克强的一个去世 其实对外界来讲 是有蛮多的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 因为第一个 他在北京为什么要去离开 北京要到上海 是而且再来就是 他如果这样就中国 这么一个高阶领导人来看 他们不是去看什么中医西医而已啦 他们是连什么特异功能啊 或气功调养啦 这一些一定都有旁边有人在帮他关注 那怎么会突然这个心脏病发 这个他们讲心脏病发 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心肌梗塞嘛 那如果你心肌梗塞的话 不是要赶快要什么 叶克摩啦送医院啦 理论上如果他今天是在 北京出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直接送301种医院 301种医院 他跟一般医院不一样喔 301种医院 他就是我们俗称的太医 御医啦 就是我们古装剧里面讲的御医 他基本上是专门帮这些达官贵人 高阶干部 去做调养疗养的地方 那今天他在上海 就变成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那上海之后 他赶快去一家当地的曙光医院 这家曙光医院的后续的 对他的一个紧急的一些措施 就会让外界有非常多的一些 讨论的空间了 那所以这些这一些因素下来 就会造成说 为什么外界开始去怀疑 或者是网路上很多一些 段子啦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言论 会认为说 李克强的过失 会不会造成中国内部 有一些冲击的问题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中国他其实是经不起乱 我们讲习近平他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二十大大等等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疫情对他的冲击 或者是他内部对他的一些 内部对他的一些调整 或是一些人事上的问题 都可以看得到 他必须要用一些比较 强硬的手段 不管是在网路上的言论 甚至是在地方的一个管控 透过这种维稳的方式 来避免民众可能会有一点 对他的威胁 甚至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他最近的这个山东号 或者是什么 最近对我们台湾 有一些鸡群 一些架势 比较多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个人会认为 他这一些 并不是要针对我们台湾 而是会希望 透过这些行动 把焦点放回到内部的维稳 好 说到了维稳 其实呢 在这一次的复文 还有包含了对于李克强 生平的介绍 也引起了大家讨论 比如说呢 在这个复文里面 多次提到 李克强是永习 拥戴习近平的永习 那另外还有一方面是说 李克强生平介绍 竟然没有说 他是经济学的博士 这个部分刻意的被掩盖 就有人说 其实呢光芒太露 似乎呢 犯上了这个君主之罪 也就是说 现在中国内部的财政问题 是这个焦头烂额 那如果呢 过分强调李克强的 丰功伟业 好像显得我现在主事者 做得不太好 所以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负债问题 将近台币300兆 有很多的地方人士呢 也看到说 哇 包含了这个 北京 天津 传出了公务员的 减薪计划 四川甚至也鼓励说 你干脆呢 离开自己的工作 去创业好了 那这么多的消息 纷纷出路的同时 国安部又警告说 如果你在网路上 掏空啊 或是唱衰的啊 很抱歉 会予以诚挚 虽然没有明确的规范 但是呢 的确大家也看得出来 中国的问题 真的相当严重 还有包含了 房市低迷充值经济 毕业也失业 造成了公务员 目前报考率破记录 这2024年的报考人数 283万 是破了记录 也让录取率 创下了新低 只有1.4% 你怎么来观察 目前的中国的经济状况 其实我们刚才有讲到 一个很关键的数字 就是公务人员的报考率 通常如果公务人员的 报考率高 那是不是就会代表 整体经济情形 其实可能就不会像 过去一样那么好 因为代表大家会希望 有一个铁饭碗 金饭碗嘛 比较不会有这样受到 经济的一个波动 但是其实就现在 中国的一个状况 即便你是公务人员 可能也不一定是 完整的保证 因为呢 你其实是公务人员 但是现在也有可能 会要求你有一些 福利上或制度上的 一些调整 用这个方式 其实来做一些 经济上的一个变化 那这一些变化 最真正的一个背后目的 其实就是凸显了一个 现在中央没有钱 现在中国政府 我们所谓的一个现金 或它持有的一个 经济状况 其实相对来说 是一个比较不好的 那我们也可以去看到 为什么它其实现在 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的省的 这个省级这个级别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 所谓的地方债 或者是一些债务的出现 其实这边最大的原因就是 今天中央或许 它有很多一些宏观的政策 不管是一带一路 或者是国防经济的改 国防政策的改革 或者是国防的一个转型 但是这一些 都要用到非常多的钱 那你如果中央这一边的话 在中央的钱不够的话 那你地方这一边 是不是可以支持它的政策呢 我们用一个白话一点的说法 它就很像是什么呢 中央请客地方买单 中央请客地方出钱 可是这个变成 就会变成说中央非常多的 会台政策也好 或者是刺激经济政策也好 可是到了地方 你地方有足够的经济的钱 去做这样的支付吗 所以就会变成了 过去其实就中国在 前一段时间 习近平的一个政策 是他会希望的是 国家可以去做到一个说 类似是国进民退 但是如果你要把重心 放到国家企业的话 或者是我们讲的国企的话 那是不是又会产生 其他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经济的问题 就会变成一个雪上加霜 甚至是各省开始互挖墙角 恶性循环 那这样子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自然是比较不利的一个发展状况 感谢林老师精辈解析 更多讯息 情绪锁定 我们稍后回到现场 哈喽 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